講開一些動物有興趣的事,off mic 我希望大家明白人網和MyRadio分家是情非得意 第一,第二是形格勢感 我不會多說過老蕭星期五的事情,他講得很清楚 家裡有壓力,但有些朋友受到牽連 他講得很絕交 始終我對他有虧欠,因為我們亂來 結果他不是包容,人家說我縱容我 他去臨村撐社民,社民連總部都沒有去過 他有些想法跟社民連不一樣 經濟模式,我們是左派,他是右派 南沿北撤 主要是因為我跟他幾十年朋友 那有些人是朋友不用要嗎? 即是夏韶星那些,你不斷搞他 搞我朋友不行,你都給我面子 你跟我一邊講道德,講原則 打狗看主人,那個是我朋友 再講就要講原情 搞到現在他回來了,我都不好意思 搞人又搞到慶高采烈 然後讓我們在那裡講,我沒有叫你不要去搞 因為你搞了才讓我知道 我還在做主席 然後在那裡講兩句就反撲 你不死?這些人 所以辭職就辭職,快點走 我都不會珍惜你這些人 老實說,你喜歡玩東西嘛 很多時候我們搞這些團體 我們經常要記住一樣東西 寶女時從內部公佈 你不要以為很有趣 尤其是做領導階層的人 真的要有些胸襟 有些盜量 其實我有時 如果我發兩句勞騷 我連那些人名字都不記得 我們從來都不會跟這些人計較 現在行為的二十一個 你記不記得了嗎? 如果我講完 我講完二十一個名字 是不是有獎先? 阿憲哥 你不要考我 我是不是說完二十一個名字 有獎先? 你回答我就可以了 我就是擔當不給 擔當不給 我是不是說完二十一個名字 有獎先? 哥哥仔 陳書 陳書一本 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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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拿了一本 我開了晚四個字 自動拿了 明昌過了給你 大家知道環境是很困難的 特別是寫文連 你現在通過一個決議文 是不是? 未來路向定了 接著要怎樣做呢? 民主黨 它不會放過你的 共產黨 又不會放過你的 頂不頂得住 是不是? 所以 自己就不要分化了 是不是? 你頂不住的 大佬 你叫那些喊口號那些 在自己會員大會 會喊口號那些 你跑去給我頂一下 是不是? 你要頂一下 是不是? 你頂給我看 頂不住的 你 這麼容易頂呢 老蕭都頂不住了 嗯 是不是? 說得天下無敵 是不是? 就是要街 咯 一定要自己有料 是不是? 我們說這些當然不適合 聽 是不是? 是嗎? 適合聽的 那些 就做好人 已經去 是不是? 你當然不適合聽 我現在說完之後 看看幾多個post 罵我 是不是? 我看你有什麼歪理 是不是? 這一招叫做引蛇出動 哈哈哈哈 是不是? 讓這些鬼鬼怪怪 出來先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這個論壇呢 黃毓民政平那個論壇 我就會刪的 OK? My Radio 是沒有論壇的 我們是純粹做節目 是不是? 好了 接下來我們希望 這些聽眾打進來 主要可以環繞這個人網 和My Radio 分台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對我們節目 你希望我們會做什麼節目 我呢 就會繼續在這裏做兩晚的 那 馬草麗也會做的 大舊也會做的 那 陶君恒 如果他有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做的 那 長毛也可以做的 那長毛也可以去人網做的 OK? 但是我們My Radio的節目呢 我就要跟台長兩個 仔細研究一下 那個format 那個形式 還有那個時候 我們每日 大概一個半小時 就更了 一至五 那有七個半小時 這七個半小時 是什麼內容呢? 或者我們還可以多過七個半小時 遲些 主要先做七個半小時 先買Radio 這個分了之後 究竟好還是壞呢? 分了之後就知道了 那我自己覺得 只要我們改善這個節目的質素 人網有人網做 我們有我們做 但是大家 那條連結 你說說胡亂網 你只是卡的 是不是? 就是 真正分 就是在行政上分 還有要令到 就是 蕭先生 容易交代 是不是? 那就分了 但是一分 我們財政上 有一個問題 就是獨立出來的 對 所以我們又要 我們又要 差不多第一件事可以說 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接盟我沒有錢 但是第一件事一定 一定是重申 有意籌過錢 錢呢 錢呢 怎樣籌法呢 其中一個籌法 就是可能 遲些我們要把一個帳戶上去 這個是專貨 買Radio 因為我看 就這樣看 其實很多東西 如果要設置過 都不容易 不少錢 對 因為現在這些 我們可能會 將買Radio 變成一個獨立法人 我們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戶口 這個是要做的 在行政上 我們現在大致 九月就要搬頭 這個就是 我去美國期間 我就要台長幫忙 但是我們九月之前 會設置所有的東西 暫時可能會借社民連 即地方用 或者我們租的地方 現在都在量度 總之這個是艱難的 可以告訴大家 但是希望我們的支持者 繼續支持我們 那些要搞我們 那些要繼續搞我們 那些要繼續搞我們 讓我鼓舞一下我的士氣 我個人就是這樣的 等於我今天跟那些人在這裡 講開 我現在這麼多單官司 有些人搞我 我說我這個人 一生人 如果沒有人搞我 我會很快死的 你明白嗎 如果有人搞我 我就真的 越戰越勇 我年輕十年的 你知不知道 我今年五十九歲 明年六十大壽 你們搞我 我就反老頑童變了五十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 阿祥最了解我的 是不是 阿祥最了解我的 他知道我這個人 你越搞他 他就越興奮 你明白嗎 我最怕人對我好 我講過很多次 真的 人家對我好 我就頭曬了 你對我不好 我真的會夾頭 越有鬥志 越戰越勇 一生人都是這樣 幾十年 一生人 所以這些 阿哥 我們歡迎 你喜歡搞 欺師滅祖 喝水不思緣 這些人 我們毫不足惜 我怎會珍惜 你們這些人 我們很簡單 我們有教無類 任何人都是 你看我們選舉 八十幾人 我不管你什麼人 有教無類 是吧 就是 個個都是人才 在我心目中 任何人 你有potential 你任良勸也好 貴師傑也好 吳文怨也好 這些都是我們社民連的資產 如果你問我 我們不希望這些資產 會虧蝕 所以大家真是好自為之 很簡單 大敵當前 現在香港的環境 這麼惡劣 連最大民主派的政黨 都轉了態 轉了態就變成我們敵人 大哥 我講過很多次 他轉了態之後 到今天為止 都被約社民連主席坐下談 未來民主派合作的問題 只是在那些傳媒裡亂說 我們路線上的分歧 基本上我們就是 大家理念一次 你後來講廢話 那些人就想我們死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真是很簡單 那些司徒說在書展 都要抄個長毛水 我跟他鬥長命 是嗎 死他三十年 知道他原來是一個這麼壞的人 這樣都說得出 是不是 你怎麼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來打擊你社民連 那你社民連的人 還有鬼打鬼 你就瘋了 你說 是不是 你給我做主席 我就清棒了 這些 真是 我就清黨了 我告訴你 你開玩笑 我不跟你們開玩笑 不過現在我不是主席 沒有所謂 但是我不是主席 我就什麼都可以說 你聽你就聽 不聽 我也不會理你